高雄有一名清潔人员在防火象扫地的时候 从管县的下方意外扫出了一颗疑似暴裂物 吓得赶快报警 警方调阅监视器 寻线逮捕到两名嫌犯 嫌犯公称是因为贩毒才会买暴裂物来自保 而为了怕被警方给查气 所以才把暴裂物就藏到防火象 民众在防火象内 发现一颗外形长得像手榴弹的物品 吓得急忙报警 警察戴着手套将暴裂物 小心翼翼放入纸箱带离现场 避免突然爆炸 三个早上八点多 在高雄春阳街一处大楼防火象 一名清潔人员在打扫时 从管县下方扫出一颗疑似暴裂物 见识与防暴中心的人 立刻到场勘察财政 发现这一颗暴裂物外表是塑胶材质 一端留有隐性 内部装填烟火火药 十到下午警方循现在停车场 逮捕三十五岁的朱姓嫌犯 同时在他身上搜出 安非他命跟一粒棉等毒品 他共称自己因为贩毒 才会买暴裂物防身自保 为了怕被警方查气 先将暴裂物偷偷藏到防火象 没有想到会被意外发现 警方日前也逮到另一位 因为毒品案被通缉的四十岁 黄姓共犯 全案依照违反枪炮弹药 刀卸管制条例 毒品危害仿制条例 公共危险罪等 将这两名罪嫌移送侦办 记得苏廷杨中文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